就在这两天,美国政府大小动作不断,以民主峰会为中心,对中国发动了猛烈的外交攻势。 当地时间12月9日,美国纠集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,召开了所谓的民主峰会。 拜登在会上表示,由于全球民主正在倒退,美国将在未来一年之内,提供高达4.24亿美元的所谓对外援助资金。 在全球范围内支持民主和捍卫人权。 全球民主和人权在倒退这话倒不一定是假话。 但倒退的中心和导致倒退的根源,都是美国自己。 美国国内有太多的民众看不到民主,也看不到人权。 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期间,被曝光出的大量视频、照片、事实也说明, 美国不仅无法维持自己国内的民主和人权, 还在不断在全球范围内侵害他国的民主和人权。 再想想拜登承诺的4亿多美元援助资金。 这些钱是否又会被用来颠覆不符合美式民主的国家? 是否又会被用来对外输出战争? 是否又会被用来资助一些所谓的独立机构? 编造对中国进行攻击的谎言。 民主峰会除了名字,没有任何一点与民主相关。 他仅仅是美国拉帮解派,对中俄等国施压的手段。 就在拜登举行民主峰会的同时,抗议者们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, 抬着写有美国民主的棺材,以及拯救美国民主等标语, 为美国民主举行葬礼。 这画面讽刺又真实,美国的民主的确正在死去。 除了民主峰会之外,美国众议院在一天内, 先后通过了三项针对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法案, 包括防止强迫维吾尔人熬动法, 认定中国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及少数民族, 实施种族灭绝和犯罪行为, 认定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未能遵守自身对人权的承诺,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熬动法中规定, 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, 否则任何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, 美国将禁止进口这些产品, 认定中国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及少数民族, 实施种族灭绝和犯罪行为这一条就是字面意思。 除了做出认定之外,也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, 最后一项则是美国对中国冬奥会实行外交抵制的延伸, 希望国际奥委会也与美国站到同一阵线上来, 单从条文上,就能看出美国深深的恶意, 为了抹黑中国无所不用其极, 甚至显得有点失心疯。 看了这些条文, 只让人觉得, 美国政客们或许需要集体去看个脑科专家, 能提出这样的法案, 很难让人相信这群人心智还在正常人水平线上。 最后在台湾问题上, 美国不但在民主峰会邀请台湾当局参与, 沙利文还在峰会前大放厥词, 称美国将采取一切行动, 确保中国大陆武统台湾永不发生。 要知道, 台湾省不过是一个叛乱省, 没有任何资格列席国际场合, 扬言阻止中国大陆武统台湾, 也不是第一次了, 就连总统拜登都表过态, 承诺出兵保卫台湾,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反复横跳, 是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一部分, 谁也不知道美国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, 然而美国不断对台军售, 协助台湾强化军事力量, 实际上就是在把台湾王武统的死路上推, 真把大陆逼到了不得不出手的地步, 谁还会顾忌美国, 无论是民主峰会, 还是众议院的各种法案, 甚至于美国再次展示出对台支持的态度, 都是外交公式舆论公式, 中国在这24小时之内同样已出了三招, 首先, 将立陶宛从国际海外供应链中剔除, 最近一直站在反华最前线的立陶宛, 国内经济形势已然非常严峻, 国内通胀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, 对于立陶宛这样试探中国红线的国家, 我们也没有手软, 直接雪中送风, 不仅将它从中国的海外供应链中踢了出去, 还让新开的中欧搬列绕行, 而根据欧盟的最新报告, 前三季度, 中国GDP超过欧盟27国同期总和, 杀鸡儆猴, 立陶宛就是那只鸡, 这或许能给参加民主峰会的国家和地区提个醒, 中国的反制裁手段从来都在, 请各位谨言慎行, 立陶宛外交部长已提出辞职申请, 其次, 说服尼加拉瓜与台湾断交, 尼加拉瓜曾是台湾所剩无极所谓邦交国之一, 与台湾断交之后, 已经是蔡英文在任期间第八个断交国, 国台办表示, 欢迎所剩无几的台所谓邦交国认清大事, 早日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, 台湾迟早要统一, 台湾那些所谓邦交国, 都是金元外交买来撑面子的, 他们把台湾当作自动提款机, 但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, 这个自动取款机, 迟早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, 最后, 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参加北京冬奥会, 奥运会本身不是, 也不应该被用作政治工具, 但美国为了对中国进行攻击, 连奥运会也不放过, 针对美国近期不断在冬奥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, 中国也做出了反击, 应该说, 这是中国对美国外交公式的最佳回应, 美国如今对中国敌意与日剧增, 我们不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, 但也不能对美国的挑衅置若网文, 在应对美国的舆论攻击同时, 还应该更多的把心思放在提升自身实力上, 正如同美国多次声称, 要从实力地位与中国对话一样, 美国是一个只看得懂实力的国家, 当中国足够强大, 美国反华派的声音才会越来越小, 美国通过开民主峰会, 以及峰会后续行动, 发狗粮, 搞严格, 玩演变, 但是这注定是无用功, 今天的中国人民, 已经全面觉醒, 全面警惕, 除了一小部分自由派和打了思想纲, 英格人, 绝大多数都看清了西方的真实面目, 和西式民主的虚假伪善本质, 特别是年轻一代90后, 零零后, 对西方的认识更加清醒坚定, 西方打民主牌, 用假民主忽悠洗脑中国人的日子,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, 继续打民主牌, 搞和平演变, 只会让西方本就将和日下的声誉更加臭打结, 这一次我们的应对非常智慧, 典型的你打你的, 我打我的, 我不上你的套, 你是2月9号开什么民主峰会, 我提前一周就揭开你的真面目, 这几天我们对外火力全开, 发表白皮书趴开美式民主的话皮, 同时各种揭露, 揭露其开这次峰会的真实目的, 这种提前狙击, 让美国十分尴尬, 这种舆论战法, 以后应该成为常态, 什么时候咱们能经常出, 出题, 让他们提与解题, 才是真正的强者, 什么是大国, 大国就是走自己的路, 让别人无路可走, 绝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, 什么是大国, 大国就是生死砍弹, 不服就干, 说一千到一万, 两横一束就是干, 美国民主早就是个笑话, 跟他辩论就是陷入人家预设的话语陷阱, 西方人惯常给其他国家设置话语陷阱, 无端指责你, 强加罪名, 然后以撤销这些指责为条件, 获取利益, 西方各国都乐此不彼, 我们的对外舆论战虽然这两年搞得很好, 但是依然有一点不足, 就是陷入做题思维, 什么意思呢? 就是西方先设置一个议题, 然后我们就像学生一样认真做题目, 答题,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, 一个强盗恶霸诚心找你查, 欲加之最何患无辞, 你怎么做都是错, 你满头大汉费尽唇舌地驳斥他的每一条指责, 但是没用, 他后面还有无数个指责等着你, 你越自证清白, 人家越来劲, 反正人家就是动动嘴皮, 几乎零成本, 为了自证清白, 要花费比人家多得多的时间和资源, 绝对不能陷入这种人家出题我们做题的思维,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, 你也佩计我们出题, 这次针对美国民主峰会的舆论战, 让人欣慰, 兴奋, 我们的打法越来越智慧, 这今后一定会成为常态, 因为更加自信, 没有思想刚硬的新生代正在茁壮成长, 快速崛起,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, 新生代将彻底的平视西方, 乃至腐蚀西方, 各条战线的战狼一定会层出不穷, 为什么西方和一些人, 不, 断对战狼进行污名化, 就是因为害怕这种战狼文化和战狼心态, 人家要的是带宰的绵羊, 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, 一句话, 欲战胜于疆场, 必先战胜于心态和思想, 心态转变, 思想战胜, 已经不可遏制的开始了,